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英特尔自从库瑞二代到库瑞七代,每一次升级都只会带来个位数的效能提升,同时维持价格不变,甚至会有些许的涨幅,当时挤牙膏的说法也由此而来。 但AMD Xen架构的锐龙诞生之后,一切都发生了重大改变。 AMD今年最新的Xen5处理器,每个核心中的整数单元数量增加了50%,配套的调度器也增加了50%,同时再将L1、L2品宽翻倍,种种改进结合,让整个架构的宽度大大增加,最终带来了平均16%的IPC提升。 Zen5构架的高阶瑞龙9000系列处理器,也许10%的效能提升幅度不能令玩家完全满意,但AMD在价格上做了调整,价效比非常香。 现在,旗舰版锐龙9-9950X和锐龙9-9900X的评测正式出炉。 要知道,这次它的上市售价相比前代足足降低了20%。 规格参数来看,锐龙9-9950X采用16核心32线程设计,加速频率5.7G,拥有64M3G快取,以及16M2G快取,热设计功耗170W。 锐龙9-9900X则是12核心24线程,加速频率5.6G,同样也是64M3G快取,2G快取12M,热设计功耗120W。 锐龙9-9950X和锐龙9-9900X相比各自对应的上代型号,单核效能都提升了9%,多核效能同样都提升了12%,不得不说控制得非常到位。 与英特尔最强的i914-900K相比,锐龙9-9950X的单核效能比对手略强0.4%,但多核效能则有10%的优势。 值得注意的是,若拿i914-900KS做对比,其需要限制功耗才能稳定,理论效能反而不如i914-900K。 但无论如何,还是要对比锐龙9-9950X和i914-900KS这两个产品。 这次测试,锐龙9-9950X解锁了功耗并拥有稳定的220W效能释放。 i914-900KS为了保证运行稳定,锁了300W功耗。 在一共12个测试项目中,锐龙9-9950X在10个项目中获得了领先。 其中,IndigoBench Bedroom和Vray Benchmark 6.01的领先优势更是达到了40%和35%。 12个项目平均下来,锐龙9-9950X的效能比i914-900KS强了多达13.9%。 游戏测试方面,在单CCX模式下,锐龙9-9950X与锐龙9-9700X游戏效能十分接近。 锐龙9-9900X与锐龙5-9600X也处于同一水准,二者之间有1%的差距,可以看作测试误差。 另外,由于锐龙9-9700X锐龙5-9600X此前跑游戏使用的技嘉X670E Aeros Extreme主机版,而两款锐龙9则是用的微星MagX6701S主机版,这可能是造成锐龙9游戏效能比锐龙7差1%的原因之一。 这一代的锐龙9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,就是在默认状态下并不能发挥最强游戏效能,需要关闭一个CCX才行,可以在BIOS里面关闭,也可以使用KMPP软体工具箱里面的进程核心分配来为游戏指定CCX。 在单CCX状态下,锐龙9-9950X的游戏效能会有5%的提升,而锐龙9-9900X也有2%的效能提升。 锐龙9-9900X在单CCX状态下有两个游戏的帧率出现了倒退,可能是这两个游戏能适配更多的物理核心。 功耗以及记忆体效能测试方面,在BIOS默认状态下,锐龙9-9950X会锁定85度温度强,烤机功耗约为180W,全核频率3.7G。 将温度强解锁到95度之后,锐龙9-9950X可以稳定在220W功耗上,全核频率4.2G。 至于锐龙9-9900X在解锁温度和功耗之后,使用IE-64FPU烤机15分钟,功耗稳定在193W,温度为95度,烤机全核频率4.7G。 总体测试来看,锐龙9-9950X和锐龙9-9900X理论效能相比前代,单核效能有了9%的提升,多核效能则提升了12%。 和I-914-900K先比,锐龙9-9950X单核效能强了0.4%,多核效能则有10%的优势。 生产力方面,通过测试了6款软体,共12个项目,锐龙9-9950X处于全面领先的状态,部分测试甚至能比I-914-900KS强35%至40%,平均下来也有13.9%的优势。 另外,锐龙9-9950X的满载功耗为220W,而I-914-900KS则是300W。 在能效方面,锐龙9-9950X优于对手50%左右。 游戏方面,这一代的锐龙9处理器需要关闭一个CCX才能发挥出最强游戏效能。 在单CCX模式下,锐龙9-9950X的游戏效能基本上等同于锐龙7-9700X与I-914-900K处于同一水准。 锐龙9-9900X则与锐龙9-9600XI-714-700K较为接近。 功耗方面,BIOS默认状态下,两款锐龙9都会锁定85度温度强。 此时锐龙9-9950X能保证180W的效能释放。 将温度强解锁至95度之后,锐龙9-9900X能稳定190W的效能释放。 锐龙9-9950X则可以在220W附在下稳定运行。 二者烤机频率也有明显提升。 价格方面,锐龙99950X700美元,对比锐龙97950X首发价便宜100美元。 锐龙9-9900X500美元,对比锐龙97900X首发价也便宜100多美元。 作为主打生产力的产品,锐龙9-9950X在这方面的效能已经能稳压竞品最强极件14900KS,领先幅度达到13.8%。 也许这样的效能提升幅度会让玩家感觉不够尽兴,但是20%的首发价格差或许足以体现AMD对于粉丝和玩家的诚意。 Zen5首发的四颗处理器,无意味即将到来的DIY市场金酒银石,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,也为广大用户,未来挖掘Zen5架构潜力,打下了坚实基础。 至于AMD5平台还能用多久的问题,目前得到的消息是,至少可以到2027年,也就是下一代的Zen6甚至Zen7都会使用AMD5接口。 因此,玩家可以放心购买AMD3 5平台,等到新一代处理器上市之后,只升级CPU就好。 这也是AMD深受玩家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总的来说,比起两年前Zen4带来的震撼,Zen5可以说有所收敛。 当初在制程从台积电7奈米升级到5奈米之后,锐龙处理器频率获得了巨大的提升,再加上IPC也拔高了13%,Zen4处理器的单核效能增强了30%。 Zen5在架构上的改进幅度更强于当初的Zen4,只不过在频率设定上相对保守,因此效能提升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惊人。 但即便如此,新一代的锐龙9-9950X依旧成为了主流平台最强的生产力工具,并在多数测试中大幅度领先于对手的i914-900KS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 感谢观看